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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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鸡蛋 炒点盐 炒点 炒点水 炒熟 放入冰箱 接着保持准备 帮忙 鸡蛋 戮猫 削一瓶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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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热了吗 它是只能使用水煮和水煮和水煮和水煮 放入冰箱 把握成冰箱 放入冰箱 炒熟 放入生蜜 可以做到 放入冰箱 炒熟 我現在可以吃 baru 對我來說 ter喔 Yunn thank you 所以我需要先吃一碗 所以這次我需要先吃一碗 我嘗嘗鴨子 我的家製鴨子 看看 它不是很清晰 對,它是清晰 不太好 可以嗎 不,我必須嘗嘗 不,不,不,不 我嘗嘗鴨子 早上好,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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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去超市公路了 今天的天氣非常非常差 狂風暴雨啊 最近這幾天都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今天是最近這幾天最差的 為什麼趕這麼早呢 因為現在的超市它是限制人數進入的 雖然它還是可以 我看我聽有一些網友跟我說 他們有的城市或有的地方 它是一個人 一家行只有一個人可以進去 現在我們這邊它是不限制人 就是一家進去多少人 但是總體的人數它限制 所以說如果我們早一點去的話 就趕上它開門的時候 我們就不用在外面排隊了 如果稍微晚一點的話 就得在外面排隊 就是隔著每一個車 或者每一個不是車 就是咱們那個推的那個 推車 每一個推車差不多隔個一兩米的那個距離 然後就在外面 就在超市的門口排 所以說我覺得挺 你不願意那麼排隊 所以就想趕緊去 而且我今天呢戴了 一種刷漆 防粉塵的這個N95的口罩 和我說它終於要開始戴口罩了 我覺得非常開心 這一個時刻簡直就是值得 簡直就是個歷史時刻 值得慶祝 那它之所以戴的原因呢 因為已經說了 就是政府說的 要求民眾呢 在進到密閉空間的時候 一定要戴口罩 所以它也是因為 出於這個遵守政府規則的這個角度 才決定戴看一看 而且如果說 他說如果他看到超市裡 大部分人都不戴的話 他有可能還是不戴 所以說 我看看葡萄牙政府的這個政策的改變 對於民眾來說 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 就是說一個激烈的作用 這個國家是不是一個 政府說一句話呢 大家多多少少還會聽的一個國家 因為有一些國家 它是不聽的 所以說看一看情況吧 我現在說了 這個歷史的時刻 你決定要戴口罩 我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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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沒問題 我決定了 我決定《口罩》 所以希望所有人都會居然滿 Vacu Gas 但是 Melanie 我選操我 如果它是一回用的 或是一回用的 我不要争论那些 我只能拿一面膜 然后填一面膜色 或者填一面膜色 或者填一面膜色 然后你会感激烈 但这些是很酷 如果你要穿一面膜 也应该会好看 那是为什么你穿一面膜 你很酷 我讨厌你 我讨厌你 你知不知道 我最近做了很多的Vlogs 主要是烹饪 我认为我的观众 会感激烈和烹饪 然后会感激烈和烹饪 我认识你 因为你看 我发现一些留言 我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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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她不愉快 我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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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吗 我讨厌 这是基本上厌 我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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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ara anything anymore 因為我 rarely買任何配合 你不能買任何 但一件事我應該做 是我想 putting makeup 要做這種寫影片 但是我正在做過的 我不是為了 穿上衣服一定要 全是我們在家的整理 是很瘋狂的 要是要說 如果我沒做日常烹調 我可能不太能做任何事情 而且,我昨天的国务协议只是拒绝了房子 我必须要做更多 两个月,其实 两个月,在最少 但两个月已经拒绝了 所以我必须能够提升房子 我希望我们能够购买一些 face masks before that ends 對,中國在美國開始產生面穿上的面積 所以明晚會有很多補助 我不確定當時是每個人的面穿上的面積 這個危機可能會再過,或是近距離 因為大家都需要面穿上的面積是兩三個月後 他們需要面穿上的面積,去確認他們 但是现在,大家就问,怎么做呢? 我们一还不够报告一件事 我们现在的平台里是开放的地方 但是我们现在的地方是没有经济的地方 就是公司的地方 现在目前为止,葡萨牙的状态还 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周围的就还算可以吧 就是我记得以前我曾经有个视频说过 我们这个区属白区嘛 现在我们这区变成蓝区了 它变成蓝区的原因是因为 有一个城市发现了一个 就是离我们这个地方差不多开车 一个多小时的一个城市 它也算是个旅游景点吧 因为它有一个雪山 所以说那个城市其实比我们这个城市大一些 我觉得而且好像更现代化一些 我们城市确实有点浓醋 所以说就现在目前状况就是这样了 也非常的感谢呢 这个一直以来观看我视频 就是不管我放什么视频 都真的是在认真的看的这些粉丝们 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视频做的 也其实现在也没多大 咱实话实说 就是但是一个视频确实做的 就是比以前的观众多了一些 就是比以前的那个subscriber多一些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呢 就是大家订阅视频的原因 其实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有些人呢会觉得你这个 你这个频道是有功能性的 为他提供了一些某一些特定状态的视频 像我以前很多大家 很多大家比如说去订阅我的频道 可能是因为觉得 大灵里有隔短时间去买一些彩妆 我想看看他这个彩妆是怎么用的 或者是怎么这个东西好不好用 或者说呢是想看看他画 就是说去抽入要是怎么画的 所以就是真的是有一些功能性 有一些人呢他去订阅你的频道 是因为他就是很同意你人生的态度 或者同意你的很多事情的做法 就是喜欢真的就是纯粹就是为了冲击这个人来的 然后有些人呢可能是他订阅你的频道 他是冲你现在目前的生活状态来的 就是很多情况不一样 但是呢我发现我的视频的他订阅的就是人呢 他的年纪大部分都是说跟我年纪类似 就是60%吧差不多 是跟我年纪类似这个年纪层面的这个人 有很少很少一部分 18岁以下的非常非常少 然后呢也有很少一部分 年纪比较大 就是60岁以上的那种 所以大部分都是就像我这种30到40 这个状态的这种人吧 然后也有一些20多岁的人 就是越年轻和越老 就是他人数就越少 主要还是中年以为主吧 我觉得 所以说大家可能跟我的就是人生的这个旅程 历程可能有点类似 但是当你的这个频道呢 他的内容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的时候 就是很多人他在取关的时候 因为他会觉得你以前对他能够提供的 这个东西现在你提供不了了 所以他就取关 其实我自己呢 也明白我做这个频道 他不是特别的受用 你可以这么说吧 因为现在呢 这个YouTube是比较受用的频道呢 就是要么你就做一些很多 经常买买买买买买 然后分享分享分享 或者review review 或者说呢 比较受用的频道 我发现财经频道也蛮受用的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 尤其像这段时间比较动荡 也很想听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始终是根据我的周围的环境在变化 我的想法也是在改变的 随着人生的变化呢 就是我做的内容也会跟着我的变化在变化 就是这样 虽然说我知道呢 就是如果我一直做同一样的东西呢 或者说一直做同一个类型的东西 我也会慢慢慢慢的吸收一些粉丝 然后呢 我也会能够留住一些老粉 但是我发现呢如果我自己变了 然后我还去逼我自己做原来的那种状态的视频呢 对于我本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健康的行为 那也许对于就是说 粉丝来说呢 大家还是很开心的 因为他们根本就是感受不到你个人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大家呢 我理解大家曲观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我也欢迎大家呢 不定什么时候在人生的什么阶段了 也许你又回到我现在这种状态了 也许你会再愿意回来看看我 咱们始终呢 就是把这个门留一条缝对吧 不定什么时候你还会想起我 会看我一眼对吧 偶尔来看一看 曲观 但是呢就是不忘记我 想忘记也可以啦 不勉强大家 但是呢 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 就是我每一个时期做的视频 其实就是基本上来说吧 可以说是我每一个时期 精神状态或者生活状态的一个 比较真实的一个反应 比如说你看现在这个时期 他就是郁闷 在家待着没有事 整天就是做饭 然后连运动都不做了 整天就是做饭买菜 所以我的视频 大部分全是做饭买菜的这个视频 如果说这个时间过去了 我可能会做一些其他的事 人生的事情变了 那视频又会变成其他的事情 就是很多大家提的建议 我都在看 而且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能够帮我改善 我频道或者增加 增加我的这个视频的质量 我都愿意听 像之前有观众跟我说 就是我这个切菜声音太大了 然后大到什么呢 就是他在看视频的时候 要把声音一会调大一会调小 因为他听我说话的时候 他要调大 看切菜的时候他要调小 所以我就很快的就把这个切菜声音 就调整过来了 然后呢还有观众说 觉得我这个拍摄视角有问题 有点低啊 认为是不是应该有个三脚架的 这个问题 我也是认真的在考虑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呢 是很有必要的 就提高观众的这个观看体验 但是呢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收入非常非常少 就几乎只能这个频道一个月的收入 也就是交一个在我们家来说的话 就交一个手机费 所以在这么少的一个收入的情况之下 我是不可能花好几百欧元去投资买设备的 就是这个大家就认了吧 因为我其实是这么一个穷博主 我可以说这些衣服是非常不舒服的 它太厉害了 它不是太厉害了 它是很滑的 刀吗 我没有用刀 不是 你会用手帽子 我教你怎么做的 你会用手帽子 搓一下 不是 没有手的 好的 所以 这个面罩太难受了 我真是佩服那个大夫 当然了人家戴那个不一定是这样的 可能比这个舒服一点 而且情况不一样 可能也不会戴这么狠的 但是这个戴上的我真的觉得 它主要是卡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特别卡 其他的地位就是嘴还可以 嘴比那种正常的口罩反倒舒服一点 因为它有空间 还是没什么人戴口罩 所以后来50-50人 人家戴口罩 50-50人 人家戴口罩 对 我觉得在卡西拉罗安库 人家人家不太太担心了 看看你的耳朵 你不胜了吗 买了什么呢 就这些 其实没买啥 我感觉了 但是我觉得肉涨价了 你认为肉价价格上升了 至少30% 我认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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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对 鸡 有几乎没有鸡 就像大家都在买鸡 对 大家都在买鸡 没有人买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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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鸡 我每次出门都老是想说 不要碰这个口罩 因为手是脏的 可是我想 那我有时候头发还得碰碰呢 要不碰头发的话 我这头发到处乱飞 其实也管不了 其实这口罩到底有多大作用呢 也不知道 就尽量的这一份力吧 只能这么说 这个眼镜店已经开了 电脑维修店也开了 药店一直都开着 好多买卖开始开了 感觉 我还在关注这个comment 因为有的时候 你知道 就是视频上有些 可能做的东西有争议吧 或者是做的东西 就遇到有争议的人 然后呢 就会有人写一些 言辞比较尖锐的comment 其实这可能跟每个人性格一样 有些人他其实也不喜欢 但他不见得会就会说 或者他说呢 他不见得会说的这么的难听 但是有的人就比较直一些 他就会说的比较 就他心里想什么 他就说什么 就属于那种没有filter的那种人 然后 如果一般这样的留言 我都不愿意回嘛 因为我觉得回了之后 可能会容易 就引起更多的争吵 但是因为我现在的频道 也有一群铁粉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铁粉 就是那种 无条件支持你的那种人 然后他们就会 替我回这样的人 其实我觉得 也是我的一个保护 保护伞 保护的 保护我的一个meganism 可以这么说吧 然后 这最近 就是有一视频 我最近做那个 因为里面还做瑜伽什么的 其实可能 有人看了觉得没内容 然后觉得特别生气 然后就写了一个comment 等我找一下 能不能找到 我一直关注这个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出了之后 一直有其他的人 就是在给他回 他们现在就是有一点 就接近argument 就不是discussion 是disgustment discussion加argument disgustment 然后 他可能就是说 觉得我这个视频呢 也没有什么主题 也没有啥内容 然后 也不走心吧 也没有意思 对观众有点不尊重啊 所以他不想浪费时间再看了 所以呢 他就取观 他就这么说了 然后呢 我有好几个 就观众就挺我嘛 就说 其实还是有人喜欢 然后也有人说 没觉得不走心啊 然后还有人说什么 你这么评论 可能是不是特别的 对我有帮助吧 就是他这种评论 如果你是希望 就是说 我能把这个频道 做得更好 或把视频做得更好呢 那个 你应该提一些 比较有建设性的意见 而不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点 就没有 没有有话好好说的 这种感觉啊 然后也有人觉得说 看不到我 有什么敷衍呢 之类的 嗯 还有人说 希望你不要去攻击别人呢 我怎么样 然后也有人挺他 就说 跟他有同感觉的 这种无脑视频呢 就挺浪费时间的 然后也挺无价值的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 这真的是已经 就就他们几个人 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圈子 然后在互相的掐 我有 我有这种感觉啊 哎呀 怎么说呢 我我我这 其实我一开始还想回他 后来我一看 这么多人就互相在留言 我就不想回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说什么 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事情已经做了 视频已经放了 对不对 那么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吗 对不对 总会有人喜欢 有人讨厌 甚至会有人厌恶 就是就就连讨厌都不送算 别讨厌还更上一层楼 恨你那种感觉啊 就讨厌你放那个东西 这这 哎呀 也可以理解了 因为你看这个视频哈 他有一千多个人看过了 我看 我等会我看点击率是多少啊 这个视频有1292个人看过了 那么有50个人已经点过赞了 然后有6个人是不喜欢的 那么这个比例其实还可以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看过了之后 还是觉得可以的支持 然后有6个人呢 非常非常讨厌 然后就给你来一个dislike 然后呢 差不多也等于是有两个人呢 就写了一个比较比较 比较重口气的一点的common吧 我觉得就是ratual还可以 一般这样的东西吧 就等于是这个 这个做的视频的内容 可能有点争议啊 或怎么样的 它主要是因为大家互相 你来我网的这么来来回回的disgust 就引起了我的重视 你觉得这个视频没有价值 对你的没有价值 或者觉得无脑啊 或怎么样的 你想去取观啊 或者你表达一下你的观点呢 都ok啊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因为人总要把自己喜欢的人和事物 围绕在自己周围才能开心呢 如果你周围看见所有的人 你都讨厌 然后你周围所有的事物 你都不喜欢 你觉得你日子能过得好吗 对不对 所以他这种行为是对的 就是取观 我觉得我活该取观 取观 没事啊 说不定过两天 他还能再回来呢 你怎么知道 他一旦取观 unsubscribe就代表不看你的视频呢 对不对 所以说就哎呀 大家就是自己玩吧 这个频道也是一个是给我呢 一个记录生活的一个渠道 然后发泄情绪的一个渠道 其实也是可以给大家 就是看客们发泄情绪 然后也给他们记录他们自己的生活呀 对不对 你看我就用拍视频来记录我的生活 他们就用流common来记录他们的生活 我也有一些频道的观众 就通过给我写留言 让我逐渐的了解了他们的生活 可以这么说的 本来我观众我是不认识的对吧 然后呢 他们就一直不懈努力的给我留言 时间久了 我都知道他们家具体的 有一些比较深点的 可能他们周围的朋友都不知道的事 然后留言留的多了 也认识这个头像 所以我说你要是想让我记住 你千万别换头像 你换头像 我真的记不住了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不换头像的话 我每次看我都想 这以前好像他留我言说过什么什么事 就是这样的 哎呀 这个 我必须要锻炼我自己 人生永远都是这样 你想啊 你一个人他做一件事情 他怎么可能让全世界都满意呢 有人喜欢你 有人讨厌你 你想我做我自己 我不可能是说 以谁讨厌我了 立马就说 哦那这样吧 我按照你的方法 我改一改 然后呢 那我之前那些喜欢我的人怎么办 我就等于背叛了我之前那些喜欢我的人 然后就为了这个 这个讨厌我的人去改变我自己 我为什么不为了我喜欢我的人去改变我自己 我为什么要为了讨厌我的人去改变我自己呢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有一个 哎 发人深省吧 反正我只要是一友网上有这种争议啊 有人骂我呀什么的 或者有人说我啊 其实这个不是骂 我觉得他不算是骂 人家就是给你提一个建议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哈 但是只要有一友 一友这样的人 稍微语气尖锐点哈 哎我就可以拿出来做一个视频 然后呢跟大家谈谈 发泄一下我的心情 所以说 而且一般这样的视频都很有人看 所以如果你要是不想让 我有机会做这样的视频 就不要再说我了 你放了我吧 你放了你自己 对吧 反正你也不喜欢我 你说你为什么要跟你不喜欢的人浪费时间呢 你这不是给自己找气售吗 哎呀真是 到家了到家了 我去收个东西来 这次买的东西有点多哈 然后过礼拜一我还要再去医院 我妈还担心说医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会不会不开啊什么的 不会的 癌症医院在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关的时候 它仍然是开的 那么现在呢 像我们城市这些什么眼镜店呢 配眼镜的店 然后呢 许电脑店 还有就是 卖三部门店 以前都是关的 现在全都开了 所以我想这代表了一个趋势 就是说它在慢慢放开嘛 嗯 这种店如果政府不告它 可以开它 它不敢开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政策也是在慢慢放松 就是允许一部分店先开起来 所以现在如果是这个 这些店都开的话 我觉得癌症医院不可能关的 二礼拜要去医院 咽血 好像还有问诊 然后再要扎针 就这样 就是简单的这个动作 现在已经重复了 非常多遍了 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就就像是一种 嗯 闭着眼睛都会做的那种习惯性动作了 可以怎么说 我在想 就是网上不是还有人拍那个动物的视频吗 它就也没有什么太特别 就是拍 狗啊 猪啊 就家里的小动物 就拍拍他们平时的一些 就小动作啊 什么的 这种视频是不是也算是无脑视频的概念呢 也算是无脑视频的一个一个类型呢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喜欢看这样无脑视频 因为我觉得看完了之后比较放松嘛 就我就能看住这种视频的人 所以给大家看看 接着看我们家无脑狗 感受一下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Dollar Let's go Come on 还有观众说它有点像猪啊 它确实像猪 它就是一只猪狗 你看经常我都叫它猪狗 Go 到家啦 就是这些东西 这些我得收拾 收拾东西了 感谢大家的那个收看和支持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今天就不拍做饭了 再拍做饭大家就要吐了 还有人说 要不然你再拍个什么洗澡上厕所之类的 我行话了 我敢拍 你敢看吗 你敢看YouTube敢让我上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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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